鼠、牛、虎、兔、龙、蛇 我們都講過了 所以如果是屬於這六個生肖的朋友 其實不妨看回我們上一集 事不宜遲 我們今集就開始講 屬於第七個生肖 就是馬 屬馬的朋友今年比較混濕 為什麼呢? 因為今年其實有四個生肖去犯太歲 而屬馬其實是一個 他是衝太順 今年他就沒有什麼質性幫手了 今年他有很多空星 包括有大學星、碎破、欄杠這些空星 其實這些空星令到屬馬的朋友 今年的財運非常差 今年很多時候 家裏可能容易是電氣壞了 有機會可能是家裏有病不舒服 又或者身邊有很多朋友問自己借錢 又或者可能是本身是 今年很多朋友是有很多喜慶 很多錢穿上的問題的東西 都是有出沒入的 都是收不回 這麼嚴重? 得不好的東西嗎? 是啊 OK 去年似乎都OK的 是啊 去年屬馬的朋友 有紫尾龍德星照耀 所以他上年是很好的 OK 那屬馬的朋友要注意一下 好了